服装店如何对应供应链平台 这个问题的有三个关键点 第一个关键点 就是你要知道服装店现在到底难 难在哪里 有很多很多难法 我总结三点难 第一点难什么 是外面没有客源 寄你的流量少 就没有客户吗 这个难 那第二点是什么呢 是你的货不全供应链 这个难 第三点是什么 是人家买了就走了 你留不住客 这个难 说这三点的难 才我们想到了对应供应链 这是一个逻辑 说要不我们这个服装店 我对应啥供应链 对不对 我这个服装店卖挺好 我才不对应供应链的 所以对应供应链的话 它是有这样的一个逻辑 那么如何来对应供应链 有两条路 第一条路的话 是我们找那些有供应链的 那些企业来跟我们合作 这个相对来说的话 要有什么 要你的关系和你的人脉资源 比如说我是什么 我是很多很多这个服装的这样的一个供应链体系 那好嘛 你跟我对接吗 我认识你 那你就把这个供应链体系又对上了 然后最好的话 它这个供应链 它这个服装体系 还有一个商城 比如说它是一个服装新零售商城 那最满美了 我们直接什么的 对应它这个线上分销体系 然后线上有一个商城 线下有个服装店 多好啊 您要记住 就现在京东新零售都是 线上有个京东商城 线下有一个什么呢 京东实体店 线上有个天猫店 线上有一个寸套店 都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机会 如果没有 那么就选择第二个等待 怎么等待呢 你就看现在新零售这些平台当中 有哪个正在招创业者的 现在有很多很多跨境店上的新零售 可能它跟你做的不是一个同类 但人群是一样的 也可以 说你卖这个服装的 那是不是女人集中 那他卖这个美妆的 是不是也是女人的 所以人群集中 也是可以跟品类一致是相同的 那么在这两个关键下的话呢 你对应这个供应链 事实上就什么 要么加盟嘛 要么自己找嘛 听明白了吧 是不是啊 我推荐大家能够等待那些新零售 说一定要关注这个新零售平台 哪个是加盟的 你就跟他 加盟 现在的话呢 基本上入门 说你入门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消费 那没关系嘛 你消费完了之后的话呢 你把产品放到你的店里也可以卖嘛 现在有很多很多的新零售的平台 它的入门消费没有多高的 大概是1000块钱吧 你把他那1000块钱的产品放到你店里就卖了嘛 然后你就拥有了他一个线上商城 他线上商城 事实上是你的工具 你未必能够真正正正的说推他的东西 你只是告诉你的消费者 说我有一个什么供应链 我这货权 货不权不卖钱嘛 是不是这个逻辑思维 好了 我们总结一下啊 说服装店为什么要对应供应链呢 因为有三点难题 第一点客户来的少 没有客源 第二点的话是货不权不卖钱 你线上得有个东西 第三点的话是留住客户 然后额外的来销售这个过程 事实上我们对境供应链啊 有两点 这个价值 第一点价值叫什么 叫道具 我们用他做道具 第二点什么 是线下销售 我们要搭销我们自己的产品 然后如何来对接的话 有一个自找的 就是我们找自己的 这样的一个品类当中的一个供应链 然后呢 找一个加盟的 这两点啊 和这三个核心 大家做到了 这是我们服装店 对应供应链的核心所在 有人说说 你能够推荐一个新的供应链呢 目前为止啊 我并没有一个 能够让我十分满意的 或者说实全实美的 新的供应链平台 但是身边有几个供应链平台 正在沟通啊 我如果条件成熟的时候 会跟大家进行推荐的 我是红克 每天给大家分析和分享 有关于创业影响相关的问题 针对于服装店 如何对应供应链 供应链有哪种方法 如何寻找供应链 为什么要做供应链 这个话题大家可以展开讨论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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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